大家好,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一 又歡迎大家來到資金樓市務所,我是CASA彭偉鑫 今天整體走勢都不好,現在到11點,市場跌過700點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中美關係,又再到一個壁化階段 因為今天早上有消息指,納斯特市場再撒停了部分在美國上市 即是申請上市的一些中資股份,令到大家擔心 接下來的時間,中美關係是否再進一步,轉得更加僵化呢 令到市場整個焦點,將中美關係又再成為推低股市的主要因素 我們看看其實,美國上個星期其實做得比較好 主要都是因為大家相信接下來的整體加息的步伐會有機會逐步見頂 而引來的因素,令到美匯指數在上個星期,在星期五早段的時間 急抽高之後,其後在聯署局官員表示需要審慎加息 令到對加息的預期有降溫之下,令到整個美股,甚至是美匯 走勢都會出現一個逆轉 看看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預計在接下來的時間 11月份,整體加息仍然是很大的機會,是75點子 令到接下來的息口,是上去3.75至4厘的水平 那麼,那個機會是有成95% 用上個星期五去看,至於在加息50點子 可以這樣去看,接下來大家都預計到12月份的加息步伐會減慢 也因此因素,大家預計到美國在接下來進一步大幅加息的可能性會降低 重視來說,部分聯署局官員仍然未有表態 接下來究竟是否真的會像大家所預期一樣 加息會是放慢呢?不過,起碼市場有所預期先的 帶動了,導致在上星期五都急升了700點 令到指數成功升穿31,000點的水平 那麼,其實如果看導致整體走勢 那麼,當近來,由這個34281點這個反彈的頂部 跌回到低位,在28,660點之後 那麼,逐步的反彈呢 那麼,我們看到,就是RSI出了一個牛匯池 那麼,也都在上星期五來說 成功收復31,000點的水位 那麼,也都突破了整個回調幅度 是38.26%的回調的反彈目標 那麼,可以這樣預計一下呢? 就是說,這個水平再進一步向上看的話 是可以看到61.8%的反彈幅度 那麼,也都是大概32,136點 那麼,就看回接下來這段時間呢 美國只要沒有一些比較大的強勁經濟數據呢 那麼,大家呢,對加息的預期呢 是沒有那麼強 那麼,這個水平再進行大動呢 就是整個道指來講呢 繼續反彈呢 就會是以32,100點這水平 作為一個反彈的目標的了 那麼,至於呢 今天來說呢 就出了一部分呢 是內地的經濟數據 那麼,也都看到呢 其實經濟數據是很強勁的 那麼,無論是說呢 GDP也好啊 甚至說工業生產數也好呢 那麼,都是遠遠的呢 是超乎市場預期 那麼,反映著呢 內地的那個經濟狀況呢 是有一個改善的 那麼,而且呢 亦都可以去看回呢 就是市場都會是預計回 美國那方面的經濟數據 是有一個逐步放緩的跡象呢 那麼,都會是帶動回呢 就是說,市場的那個風險位納呢 是有所加強的 那麼,不過呢 都看回了 那麼,那種市 一眾的經濟數據呢 呢 預計回這個星期出來之後呢 可以是降低了市場 對於美國的加息的預期呢 不過呢 似乎是無助呢 港股的整體表現 那麼,尤其是呢 在二十大元座之後呢 那麼,大家那個看法呢 就有一點點呢 就是擔心呢 就是中美關係會進一步呢 是轉差 那麼,尤其是在現在來說呢 再加上這個,納斯塔克市場那方面呢 那方面呢 突然之間撒停了部分的 就是叫做中資股呢 就是叫做中資股呢 在美國上市那個的申請呢 那都令到大家來說 似乎那個的憂慮呢 是更加大的 那看回呢 呢 今早早人民幣的匯價呢 那也都是進一步轉弱呢 那甚至是說 曾經再叫做跌穿了呢 上次九月份呢 7.2677的水平 那都是一個呢 真是很大的預示著呢 就是說 整體的資金呢 似乎就是由人民幣那邊呢 是流出呢 仍然一個呢 是很明顯的方向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港股今早做 當然做得不好 那在開市的時間 就恒指是跌了316點 那跌幅是達到1.9% 那至於呢 國子來說呢 亦都跌了130點 那跌幅是達到2.3% 那甚至呢 在科子來說呢 跌的幅度呢 是更加是達到3.2% 那跌其實呢 主要的原因 當然就是說 資金流出 那我們看到呢 今早做來說呢 無論是恒指也好 國子也好 甚至是科子也好 那都是繼續 是有資金外流的 那而恒指來說呢 流走的資金是達到呢 是14.8億的 那那個整體的 沽貨比率呢 其實都去到76% 那另外呢 國子來說呢 亦都有12.5億的資金流走 那也是那個 拋貨比率來說 是75% 那科子 雖然少些 它只有8.8億 那但是呢 那個拋貨比率 也達到七成 在資金流出 再加上那個 拋貨比率 是達到呢 是七成的情況下 那資金外流 對港股帶來的壓力呢 呢 進一步是體現出來的 那其實看回呢 原本呢 美股做好呢 那港股可以反彈 那也都可以是 利用回呢 近來來說呢 每每個反彈 去到20天線呢 是作為一個 就是主要的阻力呢 作為今次的反彈目標 那但是可惜呢 就是中美的關係呢 似乎就是 沒有辦法了 令到大家來說呢 都會憂慮 那所以看到呢 整個的表現呢 港股 的確是 做得比較差 那也都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今早來講呢 甚至是 將 整個 由3月份 反彈到4月份 這個整體升幅 計算1.6倍的 回調目標呢 是15,585點 都跌穿了 那再看呢 今天來講呢 整個市場呢 的焦點呢 都會呢 繼續呢 是看回呢 美國在上個星期五呢 那真是大股反彈呢 主要都是因為市場 對於呢 美國聯署的官員 表示要審慎 進行加息呢 是有所憧憬的 那也都呢 是令到呢 美國的利率期貨呢 是 反映了12月份 加息的機會呢 是下回去 這個 的50點指 那個的機會是比較高 那也都預計回 食口有機會是逐步見 那雖然呢 就星期五呢 美股做好 那還有呢 也都是呢 星期五來講呢 看到呢 是有部分的資金呢 在美市是追入港股 那但是呢 市場都是擔心中 中美關係呢 令到呢 就是港股的走勢 是偏弱 那整個行指早段 開低了300點之後呢 那也都錄得了一個比較大的 資金流出 來港股受壓呢 那曾經的跌幅是達到700點呢 那令到呢 呢 在現在來說 3月反彈上去 4月那個的反彈浪 總升幅呢 1.618倍的回調目標呢 那也都失手了 那預計回 在資金繼續流出的情況下呢 那港股呢 在短期裏面 都應該繼續維持一個 是易跌難升的局面的了 那整體的指數 會不會呢 最終是跌回去一個 可能講的就是 這個金融海嘯 一萬零六百七十六點 這些這樣的低位呢 那就暫時來說 不得已知 因為始終來說呢 就是中美關係 那個的情況呢 在短期裏面 也都大家呢 是一個比較大的憂慮 令到那個市場 資金都不敢拍下來 去港股那裡 那也是一個 就是令到 港股在短期裏面 很難有做好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就歡迎各位呢 可以把你自己過股 又甚至是說 對大市的一個問題呢 在下面留言板 是留言 那我會盡快呢 是回覆給大家的 那希望呢 在短期裏面呢 市有機會 即是逐步呢 是回穩下呢 那投資者呢 整體的投資回報 是有改善的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